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近年来,由于晶片制造商面临技术和财务挑战,前沿工艺技术的发展有所放缓。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分析师近日发表报告,呈制造商过渡到2奈米工艺后,相比3奈米工艺,制造成本将增加50%,导致每片2奈米晶圆的成本为3万美元。 晶圆厂增加的成本,主要原因是EUV机台工具数量的增加,大幅提高了每片晶圆和每块晶片的成本。 根据台积电目前公布的路线图,计划在2025年至2026年期间,移入N2工艺。 一片300毫米的2奈米晶圆,苹果需要支付大约3万美元的费用,而N3工艺晶圆,费用预估为2万美元。 Aerate Research估计,苹果最新的智慧型手机于17Pro片上系统晶片的晶片尺寸,在100平方毫米到110平方毫米之间。 这与该公司上一代A15和A16的晶片尺寸一致,均为107.7平方毫米。 如果苹果A17Pro晶片尺寸按照105平方毫米计算,那么一个300毫米晶圆可以切出586个。 如果按照理论上的100%良率计算,每块晶片成本大约34美元。 如果按照85%良率计算,成本大约为40美元。 而IBS预估苹果3奈米晶片的成本为50美元,2奈米的苹果晶片的成本将提到85美元。 粗略计算下,以每片晶圆3万美元,85%良率计算,单个105平方毫米晶片的成本为60美元。 可以看出,台积电与其他公司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台积电近日表示有信心, 将能够在未来5到6年内在效能、功耗和电晶体密度方面提升其生产节点,会陆续推出2奈米、1.4奈米和1奈米节点。 在12月举行的IEEE国际电子元件IEDM2023会议上,台积电分享了其最新的roadmap, 可实现单个晶片上集成200亿个电晶体,并依托于先进封装技术,实现单个封装上集成1兆个电晶体的目标。 当然,1兆电晶体是来自单个晶片封装上的3D封装小晶片集合,但台积电也在致力于开发单个晶片2000亿电晶体。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具体来说,根据台积电的计划,首先会在2025年量产2奈米级的N2制程, 2026年左右量产N2P制程,届时将会采用新的通道材料,EUV、金属氧化物、ESL、自对旗线、W、Flexible Space、低损伤硬化、Low-K and新型铜填充等技术, 将实现单颗晶片集成超过1000亿个电晶体,同时借助先进的3D封装技术,实现单个封装集成超过5000个电晶体。 在2027年之后,台积电还将量产1.4奈米级的A14制程, 2030年将量产1奈米级的A10制程,实现单晶片集成超过2000亿个电晶体, 借助3D封装技术,实现单个封装类集成超过1兆个电晶体。 此外,台积电预计封装技术CoreOS、Info、SoIC等将不断取得进步, 使其能够在2030年左右,构建封装超过1兆个电晶体的大规模多晶片解决方案。 回答的还有800亿个电晶体的GH100,是市场上最复杂的单片处理器之一。 根据台积电的说法,很快就会有更复杂的单片晶片,拥有超过1000亿个电晶体。 但构建如此大型的处理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昂贵, 因此许多公司选择多晶片设计。 例如,AMD的Instinct MI300X和Intel的Ponte Vecchio由数十个小晶片组成。 据台积电称,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 几年后,人们将看到由超过1兆个电晶体组成的多晶片解决方案。 但与此同时,单片晶片将继续变得复杂。 根据台积电在IEDM上的演讲, 人们将看到拥有多达2000亿个电晶体的单片处理器。 台积电及其客户必须同步开发逻辑技术和封装技术, 前者为后者提供密度改进。 这就是台积电将生产节点的演变和封装技术都包含在同一张幻灯片上的原因。 虽然近年来,摩尔定律的推进持续放缓, 但是台积电深信,随着2奈米、1.4奈米和1奈米制程推出, 未来5-6年内,半导体晶片仍能在效能、功耗和电晶体密度进一步提升。 另外,面对地缘风险以及来自英特尔代工服务和三星代工的竞争, 台积电持续升级在台湾以及海外的产能扩张。 不过,台积电的产能发展策略遭遇诸多外部阻力。 在台湾的多个专案已调整, 除了计划在南克园区STSP扩建3奈米晶圆场, 在新竹科学园区HSP宝山建设2奈米晶圆场, 还有在竹南北部苗栗扩建先进封装晶圆场的计划。 例如,台积电位于高雄的新晶圆场专案最初被透露将包含7奈米和28奈米晶圆场。 不过,7奈米和28奈米工艺制造计划已被取消。 还有传言称,高雄工厂可能会以生产3奈米工艺为目标。 台积电还修改了2奈米工艺的制造策略, 将位于中部科学园区CTSP的晶圆场排除在生产基地名单之外。 此外,台积电还宣布不会参与政府主导的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 台湾国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 此案涉及台积电2奈米及以下工艺技术的晶圆场。 此外,据报道,嘉义等城市正在接受评估, 因为台积电在新竹科学园区HSP铜锣厂区建造先进封装工厂的计划已被修改。 该工厂最初预计将于2027年进入商业生产。 台湾行政部近日宣布了最新进展, 支持修改科学园第二期扩建的城市设计, 以便与台积电合作建设其2奈米晶圆场, 其已通过都市规划委员会审核, 宪政向行政部门报批。 一旦法律要求完成, 土地购买程序将立即启动, 台积电等公司将获得财产来建设设施, 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 消息人士指出, 台积电2奈米以下的产能将由南科园区、 宝山、高雄和中部科学园区晶圆厂来处理。 具体来看, 台积电已暂定2024年至2029年在台湾的生产计划, 涵盖2奈米主要在北部宝山和南部高雄的新工厂生产, 而中部的台中厂则专注于1.4奈米或更先进工艺制造。 消息人士称, 仍在建设中的台积电高雄晶圆厂, 也将作为1.4奈米工艺及A14制程, 和1奈米工艺及A10制程节点的制造基地, 暂定于2029年生产。 业内人士表示, 一旦扩展的中部科学园区落地可用, 台积电可能会开始评估建立新制造设施 来制造2奈米或A14工艺的可行性。 此时, 宝山工厂1奈米将作为其最初的2奈米制造基地, 预计到2025年, 该工厂的2奈米工程及其新的高雄工厂将投入生产2奈米晶片。 消息人士称, 重点是2029年台积电在台中和高雄的制造设施的扩建。 这些制造设施还将用于代工厂更先进的A14和A10节点。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